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可颖与前辈们一同走进情歌时代 唱聊音乐中那些被婚离合的感人故事 以歌传情张可颖中一赞爆棚 化身气氛担当节目中 张可颖以歌时代老板的身份将时光晚精心装扮成唱片店 不仅带领嘉宾一起参观张晋哲的过往作品 更认真倾听他出入歌坛的谈可故事 火遍大江南北的情歌王子 面对行业唱片没落之时的黯然转型 更加坚定了可可对于音乐的追求和热爱 节目中可可与张晋哲分享专辑封面摆POSE小学校 当场化身明媚大悟 这张封面太帅了 不仅如此 鬼马食物的可可还现场出题 考量大家用歌名创作三行情诗 心思细腻的他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写的情诗 你曾说好好爱个女孩 没有说谎没有背叛 寂寞的冬天太阳都冷了 提起创作灵感可可坦然有些女孩子分手之后 会觉得整个世界都黑暗的 继此为所有在爱情中受伤的人们 带来温暖治愈的力量 并获得了在场嘉宾和主持人杨岚的一致好评 张可领品味黑胶魅力 影视歌曲综艺全面爆发实力 近显在可可的期待声中 黑胶馆迎来了当代流行歌手金志文 众人谈感情聊作品 回顾关于音乐中的感动与甜蜜 分享黑胶唱片与CD不一样的体验 感受专属于黑胶的独特美丽 唱片机放出声音的瞬间 可可展现专业水准 和大家聊起了黑胶唱片独有的音日兰厨房中 张可颖和大家一起分享美食 并点歌远走高飞 金志文回应可可 有品位 两人互动 有梗又有趣 倾生活方式分享 众人生故事挖掘 新生代小花张可颖 不仅在综艺节目中表现亮眼 新歌会飞的鱼 一经上线横扫各大榜单 乐与单曲记得你的名字 铁墙跟港式韵味相当稀景